学习艺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心灵愉快 许多人对于古典音乐总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 有些人觉得自己听不懂 有些人觉得规矩太多无法适应 然而李肇修教授致力推行听得懂的古典音乐 就是要大众打破这一层迷思 古典音乐本来就是源自于西方的贵族 所以第一个它是源自于贵族 再来它又搬到东方来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到21世纪 不管是古典音乐或中国乐器 或者说传统的其他各国的传统音乐 它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它的目的最重要是让人家心灵能够愉快 所以如果我们一看到这个工具我们就害怕 那当然你就失去了能够接触它的机会 这是比较可惜 当然最重要是我们演出者 自己的这个想法一定很重要 因为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本身是一个工具 是我们所熟悉的工具 最重要是要传达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愉快愉悦 能够跟大家分享 如果能够有这个机缘 能够学会一种乐器 当然是非常好 因为好像你有一个对你无害的东西 能够赔你一辈子 就让你很快乐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过这要很大的机缘 因为不是说每个家庭或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客观条件 能够学乐器 但是最重要是不管你有没有学乐器 你都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能力 能够让你生活变得更美好 通过音乐能够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李兆修教授强调学习任何艺术类的事物 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心灵愉快 而不是一定要成为专家 给自己莫大的压力 十方新闻黄慧如生正普 高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